吉品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一说这事就知道说的是谁了 吴欣这个吴欣的前任啊 是在微博当中先用自己的号 po出了他们两个人的合影 然后呢又用了吴欣的号发了一些合影 然后呢吴欣的经纪公司就出来说 这事是怎么怎么回事 然后呢人家的前任就又在自己的微博上 又说怎么怎么怎么回事 总之吴欣说的是这两个人之间 只有一段非常短暂的恋爱 但是呢去看这个男生的这个微博 两个人好像相恋的时间并不短啊 但是就是在这个时间当中 吴欣屡次有CP的新闻被传出 大家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了吗 因为今天我们的头条 要为各位来盘点一下 在娱乐圈当中你看靠着这个CP 吴欣也上了很多次的头条了对不对 就是靠着这些小小的花边新闻 能争到头条的女明星们 娱乐圈新鸡哥尔之吴欣 钟情CP三十年 娱乐圈后浪推前浪 作为在圈内混的女星 要是仅凭借作品和演技 那可是分分钟被拍死啊 要想在这千万大军中脱颖而出 没有点小心机 小手段怎么行啊 您瞅前辈天后范 前任雨 求婚影是这样做的 后辈的妹子们自然也要学起来呀 这不近日 吴欣就凭借神秘男子的表白 分分钟登上了微博热搜 瞅瞅这真切的话语亲密的合影 那分明是在告诉你 我才是吴欣的正牌男友 这只是我和吴欣团队的炒作 安女票本人真的不知情 瞬间获得网友们疯狂转发 而随即就被眼尖的网友发现 这或许就是芒果台的又一次CP炒作 临绍之前跟杜海涛造CP 我祝你幸福 然后也请你放过我 那我不如就借这个机会 跟张翰造CP 是谁 我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快乐大本营被你承包了 跟张远造CP 星星 那我就让给 什么叫让给我 本来就是 到跟李易峰 和今日的杭羹 都说演员才能跟不同的鲜肉戏中找感觉 可要论男神收割机 谁又能赶上无星MC咧 甜蜜有了 话题有了 人气自然上去了 这大写的CP档 心结还真是专情挑战30年啊 娱乐圈星际哥尔之鼓励那扎 莫名大哭上热搜 同样是凭借综艺节目 被网友认出是 新鸡哥尔的 可并不止新姐姐一个啊 新进花旦 古丽娜扎也是这样 之前接受采访时表示 拍戏 绝不床戏 吻戏 比基尼的她 瞬间被网友扒出之前的 泳衣罩 之后更是在某综艺节目中 毫无缘由地哭起来 她其实不是害羞 她其实是 我觉得 我讲的什么都是错的 这举动可是让一众网友 看得是云里雾里啊 分分钟登上各大版面的 头版头条 都说明星爆红有绝招 可妹子呀 好好的靠恋情 搏眼球就好了 这么措手不及的哭 是不是没跟公司商量好啊 娱乐圈心机哥尔之 却是个例 之前接过芒果台主持棒的她 刚一上台就被网友爆出整容风波 随后一度海涛的恋情 被网友议论的沸沸扬扬 解三任男友上位不说呀 近日在微博直播自己翻墙进家门 又被网友直指其炫富秀眉腿 瞅瞅这超短裙 大铁门 再加上地上散落的众多名牌包包 哎哎我说妹子呀 你本来就是招回本质 还这样秀 我知道有句话叫做 no做no die嘛 其实回谷娱乐圈 靠心机上位的明星 真不在少数 摇尘生宝宝 柳妍农妆艳抹来医院例行检查 赵丽颖这个CP玩那个CP 凳子齐口中的世界巡回演出 国外上座率不足50%等等 哪个不是借机炒话题的主嘞 那你又认为 有哪些明星炒作水平最为低级的嘞 不妨在留言区讨论起来吧 又不全一乐 为了活也太拼了 整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